今年来无论是政府或者是私人领域的医护人员 人数上都有增加的趋势 不过数据却显示 我国平均每一名护士需要照顾283名的病患 比例严重的失衡 配合国际护士节 卫生部宣布有关部门已经向公共服务局提出了申请 要求转证2000到3000名的合约护士 一旦获得批准 最快将在今年分阶段吸纳这批护士 分分派到合适的岗位 卫生部副部长卢卡尼斯曼 今天在2023年护士节庆典之上 为全国护士烧来了这项好消息 不过究竟有多少名护士将获得转证 则必须取决于公共服务局的决定 副部长预计公共服务局 不会百分之百批准卫生部的申请 最终也可能只是允许 百分之三十到五十的合约护士 转为正式的医护人员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